台湾金瓶奖 台湾金瓶奖一直都是 台湾最優秀的设备 或是Solution的这种Provider 它在台湾有代表性 然后到全世界去做ZANA 我们也可以同时感受到 台湾的产业正在转型 我们正在往新的这种 数位经济的时代 向前迈进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产品 应该要往精致新的发明 生活用品的新的发明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 就是真的对地球友善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创新的意思最主要是说 随着年纪人生阶段的不一样 对你来说也是新的 其实人生每个阶段你都在学习 带个故事 把一些你个人的生活角落的所见所闻 说出一个故事的话 我相信对台湾的精品 是一定会有帮助的 那当然我觉得自己在国外比赛的时候都非常孤单 然后有时候压力也很大 慢慢在比赛的一个赛场上面 看到台湾的品牌的健身器材也好 或者是甚至电脑啊 然后在下榻的饭店也看到这些平板电视这些 我就觉得说原来其实不是只有我自己在国外奋战跟努力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台湾的企业台湾的品牌 在国外也是这样子发光发热 投入到自己的一个感受上 就是说能够走到这个地步 跟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其实他们在背后的一个努力跟付出 然后做足了功课才能够踏到这世界的舞台 做决策之前一定会问自己 这个设计有没有办法做到环境可持续 能不能做到人文可持续 那再来经济可不会持续 我认为这个土地长出来的一些产品 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义为台湾精品 我希望去支持从台湾长出来的一些厂商 希望是从台湾出化 然后走向全世界 台湾的下一步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在制造力跟想象力的整合上面 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力 其实是可以引领整个世界的潮流 我希望在未来的 不管是在创作或是有一些新的精品 它发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些品牌 往国际化发展这件事情 是我们一直要往前努力的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精品的厂商 将来更要注重 你们公司的产品跟服务的故事性 你这个故事是要讲给全世界的人听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身为台湾精品当之无愧 我们一下新的病毒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